在最近的Vogue时尚之夜上 王一博以滑板走秀的方式吸引了广泛关注 这位年轻偶像不仅展示了独特的时尚感 还完美结合了滑板文化与高端时尚 成为全场的焦点 想象一下他身穿Saniel真之衫 胸前佩戴着标志性的山茶花 一手拿着滑板另一手插在口袋里 轻松自如地在秀场上游走 这种表现让人感受到他的个性与魅力 同时也重新定义了滑板这一运动 王一博的走秀让我回忆起年轻时的滑板经历 尽管技术一般 但每当我站在滑板上 迎着风驰骋街头 那种自由与洒脱的感觉至今难忘 或许正是这种对自由的渴望 让我与王一博的表现产生共鸣 他不仅在走秀 更在传达一种生活态度 无论身处何地都要保持自我 享受当下 王一博以滑板为媒介 不仅展示个人风格 更引领了一种新的时尚潮流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追求个性化和自由 而滑板正是这一文化的重要象征 代表着不寄与勇敢 鼓励人们打破常规追求自我 在这个充满压力与竞争的社会中 我们都需要勇气去表达自己追逐梦想 在此次走秀中 王一博展现出的松弛感与自信 让我想起许多年轻人的奋斗历程 他们在追梦的道路上或许会遭遇挫折 但正是这些经历塑造了他们独特的个性与分彩 王一博通过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 无论外界如何变化 内心的坚持与热爱才是最重要的 这不仅是一场时尚秀 更是一次对年轻人心灵的洗礼 每个人都可以像王一博一样 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滑板 勇敢追寻热爱与梦想 希望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心中的滑板是什么 以及它如何影响你的人生